全油管最快新闻,中央气象台宣布停止对台风态力的编号,并表示该台风移入越南北部,风力进一步减弱。 而随着台风远离华南,西南等地的影响逐渐减弱。 而台风过后,预计江淮华北等地会有较强降雨,新疆地区持续高温,需要注意防暑降温。 华北东部、黄淮、东北地区等地也将出现明显降雨,部分地区可能有大暴雨出现。 大家在户外活动时要注意做好防护措施,尽量避免午后较高温度时段出行,警惕热射病的发生。 相信这个天气情况展望对大家有所帮助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小天下事。